两千头罗子的纪录片我相信大家都看了吧 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 请真的去花时间看一下 因为真的还蛮重要的 这个纪录片基本上就是拍给我们看的啦 左派的人对这些东西不会有兴趣 那会去看的人 基本上是已经知道2020选举有舞弊了 只是想要更多的证据而已 那这里面有很多对于选举舞弊的指控 也有很多左派在说这个纪录片根本就是胡扯的 Fact Check 还有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我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来讨论就是 手机讯号的追踪 这个是基本上他们花了很多钱 他们收集了上亿的手机的这个地理资讯 这样子就可以知道那些人当天的地理位置 他们去了哪里之类的东西 等于就是他们追踪了那些人的手机 就可以看到的资讯就是 有很多人到了不同的Dropbox 就是投这些邮寄选票的地方 有的时候有20个然后30个到处跑 这个就非常可疑了 因为这好像就是在讲说 你在不同的地方丢选票 或者是你收集了很多选票 在不同的投票箱里面丢 因为如果我是在帮我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投邮寄选票的话 我应该不会去20个30个投票箱吧 那影片里的理由是说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 为了要避免执法人员看到 他们一个人在那边丢两三百张选票 在一个投票箱里面 因为这个样子更可疑 所以说他们就去好几个投票箱 一次大概丢五六张 然后上百次上千次 以下是讲述手机地理位置 追踪的电影片段 《技术》是用选择每天的电影 在各地的电影中 我们有10多亿信息 所以什么是你认识的 最终的决定是 他们必须要去10多多个投票箱 即是在一间的训练 和5多多个投票箱 在一间的训练 我们可以找到一间的投票箱 在几个投票箱里面丢的投票箱 这样我们会不会找到 Not all the offenders, right? But the worst offenders. I'm not an expert on the phone, but you should know that the phone is not close to the voting box. And how long have they been living in the voting box? Or have they been living in the voting box? And then you can see thos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And they find that they are not in the city, and they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voting box. And they find that those people are very curious, very curious to come to the voting box. And they also have to choose a few of them in the voting box. They are very curious to talk about the road. This is the following in the voting box. What you see here on the screen is a single person on a single day in Atlanta Georgia. They went to 28 drop boxes in five organizations in one day. What are the orange dots? Those are drop boxes. This is so strange. If one person went to 30 people in the voting box,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And they say that this strang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all of them are. For example, in the fae城 of the city, only one city has a thousand people in the voting box. And they say that this strange situation in the voting box is more than 1100 people in the voting box. That's why this video is saying that these people went to 10, 20, 30 people in the voting box. But this warning is not perfect.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2016 election of the election, and the 2020 election of the election of the election, And they say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vote on the voting box. 基本上都是因為這兩千多個裸子 在每個各大城市灌票的結果 以下是他們對於2020大選結果的指控 額外灣沒有問題 倫敦,並且大人的多數 比例在200公司 或是20大選票中 五個選票中 發生的禮票中 我每個選票中 這兩千多票 是大人數一萬計票 比例在人民分解 這一但為了 一萬票票中 費稍為 新都在在20,000票中 1100公司 50大選票中 五個選票中 那我看這個紀錄片 我覺得說他們的說法 的確是有可能 但是有一點過度的指控 跟證據不足 那這邊也是很多保守派 對於這整個紀錄片的疑問 因為有很多的重點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證據 都在證明說這些重點 是有連結的有關聯的 我們可以說 對的確是有 Ballet Harvesting 收集選票的嫌疑 然後這些裸子 去各個投票箱裡面丟選票的 地理位置這些東西都是真的 但是並不表示說 那些裸子丟到投票箱裡面的選票 都是非法選票 那裡面的主持人是說 那裡面的選票都是非法選票 因為照道理說那些選票是 非法被收集的 而且是非法被投入投票箱的 那這也是我們當初在選舉結果的時候 指控賓州的選舉委員會 做違憲的事情 但是這並不表示說 他們收集的那些選票 都是非法的選票 意思就是 他們可能是非法收集選票 但是那些選票不一定是假的 他們有可能是真的跟很多合法的投票人 收集了很多合法的選票 然後把合法的選票投進投票箱 也就是說 這只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這一整件事非常非常可疑 而且非常非常的容易舞弊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漏洞的投票方式 跟證明選舉舞弊不太一樣 左派的fact checker就開始指控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了 目前有比較重要的兩個fact checker 其中一個是Political 另外一個是Associated Press 那Associated Press的資深記者 Aly Swanson說 這個影片是根據虛假的假設 很多不記名的手機帳號 使用手機定位地理位置 來推算的結果 專家表示 手機定位無法確切的證明 有人真的把選票投入投票箱內 影片內說至少有兩千名的螺子 在2020年總統大選 收了錢去非法的進行收集選票 以及非法的把選票送到 搖擺州內的這個投票箱內 事實就是根據專家 選票無法證明這個指控 這個結果是因為他們認定了 手機定位能精確的透過流量 來計算那個人是否在多個投票箱內 投下選票 影片內說他們花了兩百萬透過 收集手機定位 在五個搖擺州內的選區 找到了兩千名選票收集者 透過手機的流量 來精確的收集那些人的地理位置 他們依照投票箱的地理位置 畫了一堆圈圈 還有一些無名非營利組織的地理位置 也畫了一些圈圈 透過手機定位來看這些 螺子的手機有沒有接近 如果從10月1號開始到選舉日 手機接近了投票箱超過十次 還有接近非營利組織超過五次 就表示手機持有者是一名螺子 製作這個影片的組織說 收了錢來收集選票詐欺的說法 是來自於一名在亞利桑那州 Saint Louis的吹哨者 他說他好像收了收集選票的佣金 影片內沒有其他的證明說 其他州也有相同的佣金模式 不只是這樣 專家也說手機流量定位 就算是最先進的程序 也只能有效的定位智慧型手機的 幾公尺範圍內 無法斷定手機持有者 是否真的有去投票箱投下選票 或者只是走路經過 或是開車經過 Nordredame大學電腦科學工程師 Aaron Stregel 說 你可以用手機信號證明那些人在附近 但是說他們就在投票箱那裡有點過分 這麼說有很多漏洞 還有不確定的可能 更何況大部分的投票箱 都刻意放在車水馬龍的地方 例如大學校區 圖書館 地方政府的部門 或者是很多人的公寓附近 這會讓很多無辜的人名被說成 或是誤會成影片裡所說的裸子 那影片裡他們是有說明的 影片裡說他們沒有算 就是每天行程都一樣的人 例如說每一個人 每天都走同一條路去上班 上下班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他們的時間還有地理位置 基本上每天是一樣的那種 他們就會把它排除在外 那他們排除在外的方法就是 他們選舉前跟選舉後 他們的行程有沒有改變 影片裡顯示的只有那些 從10月1號到1月6號之間 他們的行程改變了 變得跟之前不一樣的那些人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AP Fact Check有點弱 因為手機定位並不是這麼不成熟的科技 如果各位手機有調過 然後有用過什麼 買買iPhone的話就會知道 而且在警察還有法院 都有使用手機定位 當成是法庭上的證據 如果手機定位這麼不成熟的話 那麼那些證據基本上都不能成立 我們再來回來看Associated Press的這個Fact Check 又寫到說 在影片裡面有很多的監視器的影片拍到 在很多投票箱 有些選民投下了多個郵寄選票 但是無法證明那些選民 是不是就是那些被追蹤者的手機的持有者 這裡是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較有利的反指控 這就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指控跟指控之間並沒有100%的證據 來確定他們就是那些人 或許這個製作團隊 這個製作公司有更多的證據 也可以證明說那些人就是丟選票的那些人 那些丟選票的人就是手機的持有者的話 這個樣子會比較有說服力 但是他們沒有把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 只是給你手機定位 給你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投票商投下了多個選票 如果有一個side by side的畫面可以證明的話 我覺得會更有說服力 好我們繼續來講這個AP的fact check 他們說影片裡的指控 單單在費城就有找到1155名的裸子 這些裸子為了賺錢非法的收集 而且把選票投進了投票箱 事實上就是沒有這回事 這個組織沒有給任何的證據證明 這個在費城的收集選票的詐欺案 是有任何的金錢交易 這個組織沒有任何費城投票箱的監視器的影片 所以這個組織對於費城選舉詐欺案的指控 全部是依靠手機定位而成的 而且說這一切就可以翻轉整個2020的選舉結果 而且完全忽略這些選票是必須要被證明是非法的 才可以證明選舉結果是虛假的 這個就是Associated Press的fact check的結果 是整個超過我的能力範圍啦 因為我不是個手機定位專家 我不知道到底是影片說的可以精準定位 還是這個fact check說的只能知道大概位置 我是比較不能接受Associated Press的說法 因為我們很多國家很多政府 我們會用手機定位來看你是不是有接觸到 得COVID的病人 然後你是不是要去檢驗密接之類的東西 但是遇到投票箱就突然不準了嗎 其他的我們都可以相信 但是只要遇到投票箱就完全不準了 這 doesn't make sense 而且2000mil的製作團隊他也說的很清楚 他們收集結果是有根據選舉前後的地理位置 跟選舉時間的地理位置比較的 如果說那個人選舉前後都同樣的接近那樣子的地理位置 那麼那些人就不會冠上裸子的稱號 那另外一個Politive Fact就是完全沒有fact check 就是純粹就是說 這個影片就是假的啊不要信啊 從頭到尾都是唬爛啊 製作團隊都是白痴哈哈哈哈 這樣子的一個fact check啦 有太多fact check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讀fact check一點意義都沒有 他們就會說什麼 郵寄選票就是符合憲法的啊 啊你是要怎樣 啊他就是幫他的家人投票啊 哈哈哈哈你要怎樣 然後說什麼選舉舞弊 啊你們共和黨也有啊 你們在2018年的時候也被抓到啊 怎麼樣怎麼樣沒話說了吧 總之就是很無聊 沒什麼必要看 然後也沒什麼重點 總之這兩個fact check都指出了一點 就是這個紀錄片沒有完全解釋的 就是這個紀錄片證實了 2020年的選舉制度有很大的問題 很容易作弊 很多人在做非法的事情在投票 很多人在把大量的選票移來移去 投到不同的投票箱 但是不能證明那些選票是不是非法的 或者是我們常常在這邊指控就是什麼 喔用死人的名義去投票 或者是那些選票都是假的 就像大選剛結束的時候 我們聽到那什麼 喔我是美國的軍官 美國很厲害的 川普總統很聰明的 早就知道會這個樣子了 所有的真的選票上面都有浮水印 你們這些民主黨人準備被抓吧 就是你們作弊準備被抓吧 那樣子的陰謀論 那我看完這個影片 我還是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投進去的選票 是都是非法的嗎 還是合法的 還有是誰投進去的 我們只知道就是左派說的 2020是美國史上最安全 最完美的選舉 是假的 那True to Vote這個製作團隊 接下來幾個禮拜 他們也說他們會釋出更多的資訊 所以說我也非常想看看 他們現在收集到的那些證據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 那些人不只是他們的手機定位 我們還要在投票箱那個地方 看到他們去不同的投票箱排隊 或是把選票丟進去的影片 時間、地點、人物要完全吻合 而不是他們就在投票箱附近 這樣子的證據 就算只有手機定位 例如像說費城的那個例子 我們也要知道說 他們在投票箱那個地方待了多久 待了三分鐘、五分鐘才走開 還是他們就只是真的經過不到一分鐘 還有就是 就是有些人帶兩支手機 或是一個手機、一個BBCode 或是一個電腦、一個手機 那這些資訊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這一切需要更多的證據跟解釋才可以 才能真正的證明選舉是有舞弊的 我知道 2020的總統大選就是有選舉舞弊 但是這個影片沒有辦法證明 2020的選舉就是這個樣子被偷取的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搞的 我在說就是什麼假選票啊 或是死人投票啊 還有就算那些選票都是假的 也要可以證明說那些假的選票 全部都是投給拜登的 而且會把整個選舉結果翻轉 總而言之就是這個影片的論述跟證據很有趣 但是無法完全的支持這個影片的結論跟完整性 或許有更多的證據可以證明 而且解釋這些還沒有被解釋出來的疑點 但是目前並沒有辦法證明2020年的選舉就是這個樣子被偷走的 那我也認為就是左派這些指控跟他們搞出來這些fact check 根本沒有什麼說服力 甚至什麼說手機定位一點都不準 那這個樣子我們的司法系統裡面有多少的案件要被推翻啊 監獄裡面不是關著一堆無辜的人嗎 但是我不是專家 我們也需要更多的證據 而且我相信各位也希望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說 這個影片的結果 而且我真的希望啊 真的有所謂的大海怪會出現 可以來真的證明 而且定罪這些選舉舞弊的人 只是目前還沒有出現這個樣子的證據 那這大概就是我看完2000m的結論吧 歡迎大家在下面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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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